音乐 哈喽你好,我是刘奶爸 因为以前我都是在帮公司架设 架设区域网络让全公司的每个人 电脑都可以做资源共享 然后让每个人都可以连到网记网络上去 然后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有公司专属的电子邮件信箱 所谓专属的电子邮件信箱是什么 就是后面呢就是你 比如说你公司叫abc好 abc 然后你的网址就是abc.com 或者是abc.com.tw 你的网址公司网址就是triplew.abc.com.tw 或者是triplew.abc.com 那你的email呢就是 mommomo-a-bc-com或者是mommo-a-bc.com.tw 那个就叫做专属的网预名称 我们可以把它讲网址 那在申请网址的时候呢 我这边介绍一个pchome它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就是你到myname.pchome.com.tw就可以去买网址了 当然买网址地方不只是他 国外有很多买网址的地方 那当然基本上你又有点tw的网址的话 当然是在台湾买啦 好,那首先呢很簡單就是去申請你要的網址 譬如說ABC,我亂打一個好了,這樣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跟別人重複 然後我要的是.com,或者是.com.tw,ok 我就把它勾起來,按購買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告訴你說,好,這個一年.com 這個,這個王,這個域名,這個王域名稱一年八百塊 那十年呢,六千四百塊,那你要買.com的呢,ok 七百二十塊,十年呢四千八百塊 哦,你可以看到這個range的落差,這個範圍的落差了 所以你買.com的會比較便宜,四千八 買.com.tw比較貴,六千四,這是十年,一次買十年的話 好,那一旦你買,你要下單之後你就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他會讓你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記得哦,你如果是點.com,用個人是可以買的 但是你點.com.tw,那你就按公司 你這邊就必須去輸入你的公司同編,等等資料 然後再勾選起來,然後按確定之後呢 你就要去刷卡了,他目前只提供刷卡購買 他只提供你刷卡購買 我們要講的呢 這樣其實就買網址買完了嘛 但是買網址很簡單,重點是買完之後要怎麼做設定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所以呢,你這邊有一個管理我的網址 當然你在購買的時候他會要你去申請一個帳號密碼 你才能夠去管理你的網址 不然隨便人都可以管你的網址,怎麼可能 對不對,所以管理我的網址 因為我剛剛已經登錄過了 好,因為我最近申請了一個Tutor123.biz這個網址 那我就在DNS設定與修改的地方進入 好,我讓你看一下為什麼我會這樣做設定 我設定目前是DNS PCOM代管 由PCOM去代管我的DNS 所謂的DNS是什麼呢 就是說人家上網去key你這個網址的時候 他PCOM要告訴對方要到這個IP去尋找這部主機的意思 或者是人家打3W.Tutor123.biz這個網址的時候 他要告訴對方這個IP 所以全世界每一台電腦都會有一個固定IP 全世界的每一個電腦只要有接上Internet的話 他都會有一個固定的IP 當然在Internet我們講的是真實IP 不是虛擬IP 虛擬IP就是你內部網域使用的什麼192.168點多少 那個就都是虛擬IP 那網路上真實的IP不會有192.168開頭的 所以這個是真實IP 那這個真實IP哪裡來的呢 哪裡來的是重點 就是你去哪邊租用虛擬主機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這個IP 你買網址只是買一個門牌號碼而已 那買了這個門牌號碼之後 你要把這個門牌號碼貼在哪一棟建築物上面 貼在哪一個房子上面 這個IP就是那個房子 所以你要去租房子 好 我去租好房子就叫購買虛擬主機的意思 所以虛擬主機是要租年費的 所以虛擬主機商他是房東 所以我們要去租他的東西 租他的房子就叫做虛擬主機 就是網站空間的意思 那他這邊有告訴你 如果你只需要指向A記錄 或MX記錄 MX是email用的 我們目前不講 我們只講這個A記錄 那你請你指向這個IP 所以你會發現72.11.149.67這個IP 我就把它設在這裡 A記錄他剛講的A記錄 然後72.11.149.67 那我要設定兩筆 一筆是沒有三個W的網址 一筆是有三個W的網址 所以不管他有沒有打三個W 他都會對應到這台主機的IP 好 設定完畢 就這麼簡單 接下來的工作呢 接下來工作在買網址這段已經做完了 所以我們這一節主要就是講買網址跟設定網址的DNS 這節就講到這邊 其他的呢 其他的就是必須要到哪裡去設定的呢 提示一下 其他的就是到CPanel去設定的 CPanel去設定的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把IP指過去了 所以現在我們點選這個網址 點下去的時候 他會forbidden 因為網站還沒開始加設 但是如果 如果如果你看我點這個 Tutor123.bis 後面斜線CPanel 我剛剛點這個嘛 Tutor123.bis 沒東西對不對 然後斜線CPanel Enter 有東西了 好 跑出來了 就是CPanel的介面 然後我去把它登錄一下 好 CPanel跑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PC Home已經指向 IP已經指向這個 虛擬主機 然後呢 這個虛擬主機商已經給我贊到密碼了 所以我登錄之後就會出現我的CPanel CPanel要做什麼呢 就是在虛擬主機這邊去開資料庫 架網站 這是一個網頁空間 我就可以把網站上傳到這個網頁空間裡面來 好 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您 再見 每一個網頁 ہیں 對 我來說 對 我們來說 做一個網頁 所以 我們在做下一個網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